各位学员 大家好 从这节目开始呢 我们就将进入到文件包含漏洞的学习 这节目主要是专题的概述 我们来看一页目录 主要是讲解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介绍文件包含漏洞的形成原因 第二个是介绍漏洞的分类 利用方法以及一个利用实例 最后呢 简单介绍一下漏洞的修复方法 适用的对象主要是网络安全技术的初学者 建议的学习方法 一了解文件包含漏洞的形成原因 二自己会搭建实验环境进行漏洞的复现 漏洞简介 包含这个操作呢 在大多数编程语言中都是提供的功能 主要是为了代码重用之类的操作 比如说C语言的 型号include sgdio.x就是包含头文件 在头文件里面主要是 声明一些函数啊变量之类的 PHP的代码呢是include 然后是文件名 csb的代码是include file的文件名 当然了这些操作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经过黑客的恶意操作 就可能会造成文件包含 达到漏洞的利用 漏洞的讲解方法呢 由这边由于PHP对于文件包含 所提供的功能是比较强大比较灵活的 所以包含漏洞呢是经常出现在 PHP网络程序中 这也导致了很多的一些初学者呢 觉得文件包含只会出现在 PHP设计的程序中 这是一些错误的认识 这里面我们讲解漏洞 就是使用PHP来讲解的 主要是PHP文件包含 真的是功能特别强大 所以说功能越多呢 漏洞就可能是越多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题题 到网络上搜索 并下载几个存在包含漏洞的开源程序 第二个呢是根据 网络上公开的漏洞利用方法 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搜索这些漏洞的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LowCMS2.0本地文件包含 点击之后 嗯 网络有点卡 这边有个PHP CMS5.9本地文件包含 漏洞的超详细分析 我们可以根据别人进行 分析好的漏洞 进行利用 这边已经打开了 这边POC都已经给出了 大家可以下载当选的版本 然后进行利用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